一輛掛有P牌的私家車,凌晨在大埔套路港公路近看樂園往九龍方向,因為暴態停在路邊。 誰知期間一輛小巴開到來,懷疑收制不及,撞到私家車上。 個二十多歲的私家車司機被車身的玻璃碎片割傷手臂,由救護車送院治理。 小巴司機在現場向警方講述意外的經過。 兩輛車只是輕微損毀,事後由拖車拖走。 受到意外的影響,現場往九龍的交通一度受阻。 Ontv 記者姚詠欣報導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